回到新聞現場我們來關注實在太糊塗了 來看到其實台中太平一浪貨車炸死 開出施工工地的時候 竟然忘了收回機械掉臂 那麼行進路口扯斷電纜 一共有六台車 兩個店家遭受波及 還有騎士被砸傷 白色車頭的貨車上 掛著長長的機械掉臂 看起來好像沒有收好 之後貨車經過路口 機械掉臂整個勾道上方電纜線 劇烈的拉扯 造成附近交通耗制瞬間歪掉 掛在路旁的交通耗制 整個傾斜斷掉 懸在空中 經過的機車騎士剛好被砸到 整個人跌坐在地 救護車之後到場 將騎士送一 還好人只有腰閃到 沒有大礙 掉車的那個沒有收 把它過去的時候 直直地把它整個拉倒 它很大聲 有人噴車被紅綠燈砸到 電纜線被貨車整個拉倒 不只騎士被砸 還造成附近一共五台機車 一台小客車及兩個店家 都被波及 駕駛說明的話是說 它就是剛從工地出來 那忘記收 這起意外就發案在台中市 太平區行平路上 5號下午3點多 54歲的遊信駕駛 因為疏忽 忘了把機械掉幣收起來釀貨 幸好在相關單位緊急搶修下 已經排除現場 而警方也將一車輛裝載物品超長的規定 對駕駛開出新台幣 3000元到9000元 不等的罰還 記者徐凱迪 姚祖婷 台中采訪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